然後你原本以為他就這樣舔一口而已 然後他就這樣 你說說只有我玩他就是 你玩他什麼 不斷造船 你是不斷造船 男生這些行為可能會讓女生暈 互動頻繁 我覺得這個反正是男生暈船 他才會一直傳訊息給你吧 他會一直給你分享他的生活 對 如果今天我沒有回訊息 可能譬如一點他傳之後 可能隔兩個小時 然後他有再傳訊息來或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你有點煩欸 就通常只要有一點煩 我覺得會消失 然後第二個是 約會吃飯主動買單 呃 我不會暈倒我覺得很棒 對 真的很加分 我覺得這只是加分 真讚漂亮 一個男人說 欸 你今天很漂亮欸 我覺得有點無聊欸 那如果還是這樣呢 欸 你今天很漂亮欸 你這樣逼我嗎 或是欸 你今天很漂亮 我嚇到 他們說 欸 今天我覺得這個袖口 胸口的地方特別 但我覺得看到 如果是發現小細節的不同 然後成這樣 我覺得蠻加分 但不值得到暈 你也會覺得很可愛 記得關於你的大小事 你有遇過男生這樣對你嗎 2Ls Later 關於你的事情 或一些小細節 不吃香菜什麼 我就覺得蠻貼心的 蠻主的欸 這樣其實蠻可愛的 對啊 對啊 女生今天選人可能讓男生暈 下面有個是愛心emoji 因為男生看到人會覺得 他是不是有別的意思什麼 那他要傳什麼emoji 你才會覺得他對你有意思 一張床 然後兩個人 然後再一個水這樣噴出來 對 晚安 然後一個床 然後再一個愛心 然後再兩個人 然後再一個小孩 有女生很喜歡另外一半 一定要傳晚安給他 他才能睡 然後我一個朋友 甚至等一句晚安 然後那個人忘了傳 他就都沒睡覺 好瘋喔 我覺得可能比較像是 屍體不經意的觸碰到 拉你的衣角呢 沒有碰到 但就是這樣 他過馬路的時候 所以我會怕這樣 欸 你這好難拉喔 還拉不起來 過馬路的時候 他不抓衣角 他要抓你的皮帶 知道 那我想問你 這個對象你也蠻希望 你希望他有暈力的話 你們可以共食一份食物 這個他會暈嗎 或是你們兩個點不同的餐 然後那個女生就問你說 你想吃看看嗎 然後他就沈一口這樣餵你 會暈嗎 這個也會喔 啊 你們可以吃同一隻餅棒嗎 吃飯應該不行啦 就是女生就說 我好想吃吃看 你手上是什麼餅乾 然後就來餅乾 那原本以為他就這樣 呃呃 舔一口而已 然後他就這樣 回下去 他要哭了 不是這麼久 好啦 他就喝飲料好了 然後說你為什麼我想喝 然後他就 我吐了 我自己都要吐了 遇到這些行為會不會下船 第一個是 不開話題 敷衍 然後敷衍回覆跟訊息晚回 我覺得他拽 我就會跟著一起拽 就是他敷衍我們 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聊下去啦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要懂得沉得住氣 就沉得住氣 你才可以看清楚 一切 第二個是遲到沒時間觀念 我可以接受遲到 因為你是個 因為我是個遲到大廣 我也可以 我也會遲到 那你跟他媽講我 你要是一個遲到我嗎 對 糟糕 但遲到沒時間觀念 其實是不太好的 我覺得是偏 沒禮貌的行為 愛批評對方 喔 我覺得不行欸 我會很受傷欸 尤其是 你暈船來向 還批評你 你那天天沒啊 對啊 只負責看手機 這其實跟第一個有點像 你就會覺得說 那他跟你是不是其實也沒什麼話講 所以他才會一直滑手機 如果是我的話 我先說我的好了 我會先問對方說 你是不是在忙 或怎樣 那如果他在忙 或他真的有 真的也很想滑手機 那我就先跟他一起滑 我就 我就不跟他聊了 那你要怎麼辦 你就是不爽他這個行為 你要叫他看你啊 你就要說什麼 你看我啊 你看我 什麼都要省 省錢 省睡省店 省衛生紙 省衛生紙好ㄍ喔 但是如果他是真的比較有 辛苦一點的話 沒關係啦 那如果尾數是直數 沒辦法算清楚的話 他就說 好 今次我多付一塊 下次換你多付一塊 我們不會有在下一次的見面 對啊 完全不會耶 當我開始算的時候 不是下船的時候了 一直罵髒話跟脾氣暴躁 一直罵髒話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不喜歡 反正好像說那種開車就變一個人 你說那個烏龍派出所那個嗎 但我覺得這一題他應該是那一種 就真的是脾氣差 那個沒來由就會生氣 一點點小事他就這樣 之類的 如果他今天是給我大吼大叫講對象的話 就不會有再一次的見面 可以嗎 第七個是太愛吹噓 我不行耶 我覺得他 可能到四十歲 他就會生意這樣子 假設他年收一千萬好了 他每次跟你聊天話題 都會穿插著年收一千萬 這個關鍵字 我知道 我好像有魚骨類似的 他就會很常重複講 然後我就會略過 他只要講的時候 我就這樣 嗯這樣 然後我就跳到下一個話題 因為我包容就比較高 最後一個是服裝儀容 無事宜 我無所謂耶 我覺得只要人帥 穿什麼都帥 那你的下船的瞬間第一名是什麼 脾氣暴躁 因為我自己脾氣算蠻好的 所以我不喜歡 對方是一個 脾氣很不好的人 我會覺得 這樣我就要一直 不斷地去包容你 這種一天我也會累 我不能接受 一直罵髒話 這應該才會是我的第一名 對啊 罵髒話跟脾氣暴躁 就是 他在頭尾都會加一個幹 那個髒話就是他的口頭禪 誤手 那你運喘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是 那個人他要展現他的自信 追帥一下 自信的人他就會提升他的帥度 他提升他的帥度 就會比較讓人家容易暈 會讓你有崇拜感 對我覺得 我覺得崇拜感很重要 因為我是一個很需要崇拜感的人 對 那我想要講一個幹的 就因為我長大的不是暈船體系 但我小時候是 我小時候有暈船是 我只要看到那個班上 就比較帥的男生 我就會蠻喜歡 為了一串我的暈船對象 我們就有一天站在那個陽台上 然後可以看到下面的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只要喊對方後面兩個名字 他就會喜歡你什麼 我們就在陽台上 一直對著下面的男生 小咪 小咪 好啦 那你是暈船體質嗎 不是 哇 糟糕 我們等一下去外面 問一些容易暈船的女生 你是戀愛腦 我戀愛腦 男生做什麼行為 讓你覺得超韻 摩托 摩托殺 過馬路的時候牽手 然後就過完馬路 就不放開 土味情話 土味情話也可以 那你可以講兩個土味情話給我們聽嗎 就是我今天看了一本書 你知道是什麼書嗎 什麼書 愛上妳 我願賭服飾 我最近耳朵好像很怪怪 可能要去看醫生 所以耳朵有點聽不到 為什麼 所以我最近都聽不到 你說我愛你 那有什麼方式是 會讓你嚇船的 挖鼻屎之類的嗎 真的有 就是在那種很浪漫的氛圍 發現他的鼻毛露出來 你不會想要提醒他 他就叫他塞進去之類的嗎 那這樣有什麼提醒啊 那這樣有什麼提醒啊 那這樣說 你一直線頭都說 你是異暈體質嗎 我覺得我 我人生有一段時間是異暈體質 但暈過之後就知道痛 現在就比較不會那麼暈了 那你當初異暈的時候 什麼行為 你覺得最暈 那時候我是被摩托殺 蛤 摩托 妳說這樣子嗎 那這樣摩托殺 那這樣摩托 那現在妳這樣還會暈嗎 不管去死 若直若靈那一種 一開始對你很好 然後後來過幾天 就算消失不見 舉例個 好像不錯 有 他可能可以跟我說 早安晚安 第一個想說應該是你 關心你 問候你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暈你們現在的男朋友的 我發現他包包裡面有自己的手 對 是個貼心的人 對 就感覺好像是個細心的男生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請幫他打他男朋友哭哭的樣子 我們好像就只是 就是很常聊天而已 就是互動平常 那你當初你男朋友在追你的時候 你做什麼行為 他覺得你就中了 應該是那時候我們一起練啦啦隊 然後我們都會做到 就做到早上四點 然後我要回家 但我家其實就在 學校對面一個巷子而已 然後他就說 那我載你回去 這樣 然後每天都這樣載我回去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可能 就是小貼心 那你做到早上四點 你們有在就是 做到一句的時候 我頭牽手嗎 其實你說說只有 我玩他就是 你玩他什麼 那一個 襪子破掉的小拇指 你說他 他穿一個破的襪子 然後小拇指都摔 然後就那裡 那一次就這樣嗎 那請問一下 你都怎麼讓女生暈船的 注意她生活中的一些 就是很細微的事情 你說比如說她的內衣尺寸嗎 對 不要暈船最好的方法 就找多幾條船 拼命上船 就不會暈船 從loser變成海王的過程 就是要不斷上船 不斷上船 也是不斷上船 啊